我正在房车里躺着,突然传来一则消息,近日凡那地区迎来了高温天气,气温居高不下,最高温度甚至达到了38度,房车里也30多度,于是我火速行动,紧急关闭车窗,爬上额头床,把所有的窗户都关好之后,打开车里的家用空调,防止中暑,这时来了个快递小哥,把快递直接送到房车里,同时我也要下车给房车充电,打电源插在隔壁邻居的产牌上面,它有专门的电表, 这里的电费每度两块钱,这样就能清楚的了解自己使用了多少电,回到房车里吹着空调好凉快呀,在房车里躺了一天感觉有点饿了,去卫生间洗漱一下,我要出去吃饭了,拿好钥匙下车检查一下,确定把房车的车门锁好之后,骑上我心爱的小电驴出发了,今天我吃的这个是泰国菜,吃晚饭回到房车里,继续吹着空调假装睡觉, 在房车旅行生活中,注意细节和保障自身的健康同样重要